Hello,我本身打算弄完这个故事后和你们讲圣诞快乐的 但结果不及,所以现在就变成新年快乐了 这个故事都挺长,比我之前弄的那些 所以现在都真的要偷偷,可能几个星期吧 那,晚点见啦 老像树的最后一个梦 在森林里面,离个海没多远的崖边 有棵很老的像树,今年刚刚满了365岁 不过,棵树有几多个年头 其实就和我们有几多日没什么分别 我们日休息的时候清醒 晚上睡着了就做梦 棵树就不是这样的 他一年要醒足三季 冬天一日没到都没得睡着 冬天是他的休息时间 漫长的春夏秋只不过算一日 冬天才是他的夜晚 数不到这么多年的夏天 老像树的周围 都有很多小小的浮游飞来飞去 他们的生命只有一天 他们就用那天开开心心地享受生命 如果有一刻 其中一只停在他的又大块又鲜嫩的叶上面 棵树一定会说 唉,真是可怜啊你 一日就是一世 短到这样 太悲惨了 悲惨? 悲什么惨啊? 这只浮游实会这么回答 周围都这么好太阳 又暖粒粒 靓到这样 我开心都来不及了 是啊 是啊,肯是来不及了 你一日就玩完了 玩完? 什么叫玩完啊? 那你是不是都玩完了? 我不是 好似你们过的一日 我有大把 数完几千都可能有 我的一日是用季节计的 长到你们根本数都数不到 不是? 那我就不是很明白了 就当我的一日你有几千那么多啊 但是我都同样有几千个时刻 可以开开心心地过 是不是你死了 世界从此就不再美啊? 不是 肯定过了很久很久都会是那么美 来到我都想象不到 那我们可以生存的时间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计法不同而已 一只浮游在空中飞舞 很开心自己对翼那么精致 又像沙又像天鹅涌 好享受阵阵和风之中的香味 三叶草田呀 野玫瑰呀 树梨的摺骨木呀 引冬呀 地面的百里香呀 布春花呀 和薄梨和薄梨的香气 和薄河的香气全部夹齐 浓烈到浮游差点闻到醉了 这一日 又长耳又美好 无时无刻都这么上心悦目 到太阳落山那阵 那只浮游已经开心到无力了 他都抵抗不住了 轻轻地慢慢地 他画了落些随风摇摆的草上面 稍微点了颗头 就安长地睡着了 那只浮游死了 像树就说 唉 没陰功呀 浮游仔 短命到这样 就是这样 每年夏天 每一日 都重复上演同样的浮游乱舞 问同样的问题 答同样的答案 历代浮游所延续的 都是同样的命运 经历的 都同样的开心 像树清醒地度过了他的朝早 中午 和傍晚 即是春天 夏天 和秋天 他就来要休息了 他的夜晚 兼冬天都来着了 暴风雪 已经在这里坑着 早休息了 早休息了 这里跌一块叶下来 那里又跌一块 我们会摇到你睡着的 睡觉了 睡觉了 我们会唱着歌 摇到你睡着的 摇到你那些硬帮的树枝 多好 多舒服 多舒服 放心睡觉 今晚已经是你第365晚了 真是算起来的话 你在这个世界 只不过是个小孩来 要睡觉了 要睡觉了 那些云会落些雪 下来 和你蓋屁的了 收起雙脚 进屁里 好暖的 睡觉了 发个好梦了 像树身上的叶 已经脱了 得回滋缸在里 沉睡一整个漫长的冬天 和好像那些人那样 在梦里重温 很多以前经历过的事 这棵大树 都曾经很小过 只是得一粒像果那么大 照人的计法来说 这个已经是他有生以来的 第四个世纪了 整个树林 最大最好那棵树就是他 他个顶高过其他树 那些水手 远远由海上面 看过来都认得到 所以个个都当他是地标 他都不知多少对眼 看来看去 都是看他出现 他最高的树枝上面 有帮沟捉过草 都有杜娟来过 独特的提叫声 在树枝之间回荡 秋天 他的叶红得好像铜片那时 那些候鸟就会来 停在他的树枝上面休息 准备飞越大海 但是现在是冬天了 那些叶没了 就很明显看到 他的树枝生得有多歪歪斜斜 那些烏鸟和匪鼻鸟来到 就轮流坐上去 说 不知要捱多久才捱得过 这个冬天 真是找食艰难 临近圣诞那时 棵树发了个梦 一定是他隐约感觉到 圣诞节已经到了 才会发梦 听到四围都是教堂的钟声 但是感觉就像夏天 暖暖的 风和日丽那样 茂密的新叶盖住他的树枝 阳光就在枝叶之间 荡来荡去 空气之中滲透着花草的香味 七彩纷纷的蝴蝶 就互相追逐 下丛围着他飞舞 好似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 纯粹就是给他们尽情跳舞 尽情地玩 过去每一年所经历的事情 好像节日的巡游表演一一 在他面前重现 他见到树林里面 有往事的骑士和贵妇 骑着进马经过 手上有蝶蝶停住 帽上有羽毛飘扬 聂浩一响 那些狗就在吠 他还见到带着矛围激的敌军 穿着五颜绿色的衣服 和闪亮亮的盔甲 他们扎完形之后 没多久又拆回 营火再一次烧起了 那些人在他树荫之下唱过歌 都睡过觉 他又见到就在左近 月光照得到的地方 有来见面的情侣 静得来几幸福 在他暗绿色的树干上面 黑了对方的名字 第一个字下来 曾经 不过是很远很远的曾经 他的树枝上面 都挂过吉他和封弦琴 是那些游客 兴高彩烈地挂上去的 现在好像 又再挂回在那里了 他甚至听得到 那些动人的音色 班纠的叫声 似乎是要代他抒情 而一只杜娟叫他 就是想和他说 他的夏天还剩下多少天 然后他的全身 由根开始 经过树干和叶 直到树枝的最高点 似乎流过一股新的生命 棵树 感觉全身都扩展着 而埋在土下面的根 就有温暖的生命力流过 他越生越高 力越大 肢越粗 同时满足感都越来越强烈 令他好想再生高点 再生高点 高度甚至可以碰到 又温暖又灿烂的太阳 云层已经被他 最高的树枝穿过了 现在在下面浮下浮下 都不知是像大群候鸟多些 还是大隻的白天鹅 每一块叶都好像开了眼 看到周围的东西 明明日光日白 竟然星星都看得到 大大粒的在那斩下斩下 好像一对对纯正又温柔的眼 那种眼神 是小孩子独有的 或者 曾经在像树下见面的戀人 眼里面都流露过一样的神情 对老像树来说 那些不单只是平静而美好的回忆 还充满着喜悦 不过 就算沉浸在幸福之中 他仍然地挂着 那些留在地面的花草树木 好想好想 他们都可以像他那样 升到那么高 亲眼目睹 这片耀眼的云上风光 体验和一种幸福 大的也好 小的也好 如果他们全部都不在 这棵参天巨木 都是开心不到 这种渴望的感觉 太热切 热切到他全身 没有一枝一叶不在震 人的心可以有多震 他的纤维就有多震 树上的枝叶摇来摇去 又向前倾 似乎想表达一个无言的请求 接着他就闻到了 是百里香的味 然后还有强烈一点的隐冬 和紫罗兰 他还好似听到有杜娟在里叫 他心底的渴望终于成真 森林的树穿过云层追了上来 像树向下望 就见到他们越升越高 灌木和草都飙了上来 有些连根都拔起来 等自己升得再快些 百华树是最快那棵 他收藏的树干 枝字形地闪了上来 好像闪脸那么快 他散开的枝叶又似网又似奇 森林的每一个成员 连轻飘飘的啡色灯芯草 都一起上来 那些小鳥还一路唱着歌 一条草好像长长的绿丝带 在风中飘摇 上面捕着一只草猛 滴滴滴地用脚拆着对翼 塞金龟 蜜蜂和小鳥 各有各地鸣叫 各有各地唱歌 夹着一齐 就是一段欢乐的交响乐 还有水边的那朵 蓝色花仔呢 和紫色的枫灵草呢 还有座谷 它们不在啊 像树感问 是因为它连一个都不想留下 在啊 我们都在啊 是歌声的回应 上年夏天很漂亮的那些百里香呢 不在啊 还有开到整地都是那些玲蓝呢 和苹果树 它的花开得很漂亮的 还有那么多年来 都那么茂盛的森林呢 在啊 我们在了啊 那些声是由高空传来的 好像它们一早已经飞了上去那样 太好了 真是 好到好像发梦那样 像树好开心地说 全部在了啊 大大小小都在了啊 一个都没留到 好到这样的事 真是有可能的吗 像幻想更多的 可能的 在神的国度 就是可能的了 是传来的答复 老像树一路向上山着 上上下就发觉 自己的根 漸漸脱离地面 那就是最好的了 再无事要担心了 我可以一直飞 我可以一直飞 飞到最高 最光的地方 我心爱的一草一木都在了 大的 小的都在我身边了 齐晒了 这个就是老像树发的梦了 他发梦的时候 刚刚就是圣诞期间 一场极大的暴风雪 直卷了整片地 和整片海 巨浪盖上岸 棵树啪了声 然后就倒了 他就是在梦见自己 脱离地面那一刻 被风连根拔起的 他倒了下来 365个年头 就好像浮游的一生 一朝倒塔 到圣诞节的早晨 出太阳那阵 暴风雪已经停了 圣诞钟声 由各间教堂 全遍大街小巷 家家户户的碧楼 都有烟升起 在世间的屋仔 都不例外 就好像德鲁伊的祭坛上 所冒的烟一样 那海漸漸平静了 海上有艘大船 熬过了一晚的暴风雪 就掛起了旗 庆祝 塌了 那棵树 那棵老像树 我们的地标啊 水手都在叫 实是昨晚吹塌了 没有了 这样的树 不会再找到第二棵的了 这一句 就算是对棵树的道词 短是短了些 但是真心的 棵树就这样打横 睡了在積雪的岸边 船上的歌声就传了过来 是一首开心的圣诞歌来 讲世人因为基督得到救赎和永生 兵和盛世 长夜曙光 昨日坤夫 然已知识 这快乐永难悲意 举世清重天帝之名 首歌就是这样唱的了 整船人的思绪 都在歌声和祷告之中飞跃 就好像平安夜那晚 老像树在最后一个梦里面 升得那么高 他们不见得比我多了 只要靠近 learning 你不见得更高 你不见得更高